好,那我們小技巧練習完畢之後 我們接著就要來真的來做一下這個範例了 好,那我們一樣,我們先來做 總表、紀錄表還有計算 好,我們先新增一個 右鍵新增檔案 Google試算表 好,一開始會是沒有標題的 我們一樣按一下 然後命名為練習練習的試算表確定 好,那我們會新增幾個工作表 我們先加好 然後開始取名字,重新命名 總表 紀錄表 然後一個是待會要做計算用的 好,接著我們來設計總表 總表的部分會有負責人 然後會有入場券的票數 調整一下高度 調整一下高度 然後調整一下垂直至中 好,那待會這邊會有打一些 負責人的名稱 名字 那我們先佔留 十位 那由於這上面是可以 讓使用者自己填的 所以待會我們一律可以填的 我們通通把它填滿顏色 設為淡藍色 以致區別 那系統自己計算的 我們就不要填底色了 那至於標題的部分 為了要顯明一點 我們一樣全部都是用粗體 然後加藍色 所以這上面 我們要顯示比較清楚 一樣是藍色粗體 然後做一下外框 然後上面的地方 上面的地方我們把它置中 然後這個也給它置中一下 好 所以待會我們就可以在這邊輸入名字 所以我們這裡把它刪掉 這待會我們先做一下 先打三個 所以這個待會最多可以到十個 那他們會去計算 誰發出的票數是多少 那我們會有一個總票數 然後一個發出 一個剩餘 一樣先做一下簡單的排版 好看一點 好 那總票數的地方 一樣是我們自己輸入的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底色 填成淡綠色 那底下發出的是 就是我們會由 後面的表去算出來發了幾張票 那剩下的就是 總票數 剪發出的就是剩下的 所以我們一樣做一下排版 那總票數 我們先隨便填一下 所以剩下的就是 所以剩下的就是一樣 我們剛才小技巧已經教過的 等於上面的 剪掉底下的 所以底下這個會自己去算出來 那這裡 看我們發出幾張 它就會去變 所以這裡待會會由我們 發出票數會由後面的去算回來 所以這裡暫時先不填 好 這就是總表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總表的部分是這樣 那這裡有填上 標題的部分 底色有填上橘色 淡橘色表示是標題 那我們一樣給它填上淡橘色 好 先暫時這樣 那接著我們來做紀錄表 一樣稍微先稍微拉一下高度 那整張 要整張的時候 點選左上角這個角 然後再選擇 垂直之中 好 那我們紀錄表會做怎樣呢 我們會有 負責人 邀約對象 邀約日期 還有入場券 好 我們一樣來打一下 這裡的入場券其實是發出的數目吧 其實是入場券數目 寫清楚一點好了 好 那負責人這邊 我們就會希望是 我們前面 總表的這些的負責人 那通常我們在打的時候 我們以前在打 就會直接打 他比如說他邀約 然後哪一天邀約的 就會有使用者去輸入 就會有使用者去輸入 比如說他給他五張票 所以一樣我們上面由於是標題說我們一樣框起來出體 然後設定為藍色 然後填滿淡橘色 表示是標題 那底下的時候我們先做抹一些就好了 做到這第16 16列 就好了 然後一樣把它填滿淡綠色 表示這底下是要輸入的 那一樣我們先做一下稍微的美化 好 所以這個邀約對象是不特定對象 所以沒辦法做清單 所以就是只能輸入 邀約日期也一樣 然後這個數目一樣 都不確定 所以這個都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先行的調整 那如果說你寬度要寬一點的話 就是往右邊拉就好了 我們把它垂直至中一下 這樣比較好看 好但是負責人部分我們會去由總表的 綠色這個部分去產生一個清單 綠色的這個部分 表示我隨著我填的人數更多 他這邊的清單也會更多 所以我們要來做一下 我們小技巧已經有講過了 我們先把它刪掉 現在做A2這一格 右鍵 我們慢慢的做一次 驗稱資料 然後條件呢 我們就是預設一次範圍內的清單 那我們點後面這個格子 點下去之後 來總表的地方 選擇B2 B1 B1 然後綠色這部分把它圈起來 所以可以看到資料的範圍 就是總表的B1到K1 好確定 那資料無效的處理方式 我們剛才有講過了 拒絕輸入內容 儲存 然後我們來記錄表這邊看一下 它就是會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而且會顯示張三李四王五 那一樣我們後面如果繼續有新增加的話 這個記錄表呢 它這個下拉式選單 一樣就主動會有增加 所以它最多可以到K 也就是我們一開始預設的十個人 就是綠色這個部分 那可以隨時自己隨時增加 那這個做好之後 一樣我們用下拉式的方式去把其他格一樣 可以做這個驗證資料 好這樣我們就做好第一個部分 接著呢 我們在輸入這個紀錄表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會輸入張三 然後邀請了誰 然後日期我暫時就先不打了 因為這個日期不是很有影響 我們主要是要算這個入場券的數目 比如說他給了他五張 那我們會希望當張三給了五張的時候 這個總表的張三這裡入場券就會是五張 他是自動去找出來的 那他有可能不只給一個人 他可能不只給一個人 他給他比較多張二十張 這個時候 總表要自動幫我們把二十跟五加起來 然後填到這裡是二十五張 所以我們要準備來做這個動作 但是做這個動作之前 我們要有一個過度的動作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先來看他的效果之後 再來再來做 這個時候我們會做一個中度的 叫做計算 計算 那計算這邊呢 我們一開始一樣 張三 我們以張三為例 先來以張三為例 一樣我們先把它 這裡不拉開也沒關係 因為計算的地方 我們比較不用輸入 所以不會仔細去看 張三的地方 我們這邊就會做一個判斷 就是說呢 如果他判斷 他抓到的A2這個 是張三的話 他就顯示數目是五 如果他判斷 第一個嘛 判斷這個張三的話 他就把這個五 填來這邊 好 那如果說 他判斷的不是張三呢 比如說李四好了 我們一樣先 先把這個李四給用上去 如果A2這個不是張三呢 是李四呢 是李四呢 這時候這個數目就要給李四 所以計算這邊 數目就是給李四 而不是張三 張三就會是零 我們先來做這個動作 那你會發現這裡的張三李四 不是就是跟總表的這個張三李四一樣嗎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個動作 叫做指向 所以我們來計算這邊 張三等於總表的B2這一個 他就會自動把總表B2這一個的內容 丟過來 那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往右邊拉 要十格啦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十格 十格 他會依據前面總表 這邊的資料去丟過來這邊 所以我們看這裡到小叮噹 如果我們再增加一個呢 計算這邊的時候會多一個光頭神探 這是避免我們重複去輸入資料 所以這個只要做一個 很多地方就可以一起用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實際要做的地方叫做判斷 所以這裡會做一個if的判斷 假如 if就是假如 那假如會有一個括號啊 他是長得像這樣 那假如怎樣 假如紀錄表的 A2 等一下 假如記錄表的A2 假如紀錄表的A2這個格子 等於等於什麼 等於張三 等於張三的話 那麼 表示他是誰發出的票 是張三發出的 他就給他入場券 第一、二這個的數目 那不然的話就給他0 所以這個要怎樣 就是說假如紀錄表的A2 這個格子紀錄是什麼 負責人是誰嗎 那如果他是張三的話 就是這個是張三嘛 那他就給他紀錄表的 D2 這個就是 數目 那 底下這邊你可能會一樣啊 我們把它複製一下 Copy一下 一樣這邊你可能會寫怎樣呢 假如紀錄表的A2那格是李氏 就給他票的數目嘛 D2那格嘛 所以你看他就會是自己填上股 所以你看我紀錄表這格 我如果數目先改一下7 那這裡會自動變7 那假設我這邊改成張三 票就是給張三 所以這邊張三就會是7 李氏就是沒有票 那在做完這個的時候 你會說啊我這樣一直 做過去 可能很麻煩啊 每次都要複製一次啊 所以我們可以先發現一件事就是說 第一個 這個張三剛好是上面這個負責任張三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把它改成 A1 就是說 如果紀錄表A2那格等於 這個 這個本身的紀錄表 所以我們不用加什麼 單引號了啊 所以我們直接講這個表的A1的話 那就給他紀錄表的D2那格 那這裡一樣這裡改成 B1 那你會覺得說這樣意思不是一樣 那我們把它往右邊拖拉一格看看 拖拉一格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裡是 這裡是紀錄表的B2 等於C1 C1是這個 沒錯耶 我們不用再改了 但是呢 紀錄表它跑到E去了 應該是D喔 D它不是E 它跑E了 所以呢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叫做固定 固定就是說 它是橫的在拖拉的時候 它固定在D欄 所以我們在D的這個格子位置 打一個前的符號 打一個前的符號 所以當我們往右邊拖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D就會被固定住 而不會動 那所以我們一直往右邊拖10格 為了方便 我們先把這個表格填滿 這樣才方便我們知道填到哪裡 所以你看最後一個驗證一下對不對 如果紀錄表的J2 J2是到後面了 所以A這一欄我們也要固定喔 所以A這一欄也要固定 好 所以這一欄也要固定 好 A2這一欄也要固定 好 所以我們驗證一下 如果紀錄表的A2等於J1 J1是哪裡 J1是上面 好 的話那紀錄表 就填入紀錄表的D2 我們來填一下10 看看這也會不會變7啦 好紀錄表 負責人選擇10的話 計算這邊自己會填來這邊 好 接著呢 我們你看我底下這一格 我們一樣把它往下拉 一格 我們來驗證看看 如果呢紀錄表的A3 A3在哪裡 A3就是這一個嘛 A3 A3 這個負責人 是A3 這一個 等於A2 A2不是上面這一個嗎 不對啊 我們是要等於這一個 A1啊 所以這裡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A1 A2 這個 數字要固定 所以我們會在1的前面再加上 一個前字符號 表示 我A這一列是固定在1 所以我們往下拉 它就會變成說 假如紀錄表的A3 等於A1 這一格的話 那麼就填入紀錄表的D3 對不對呢 紀錄表的D3 就是20嘛 因為是張3 20張嘛 所以這裡就會是20張 當你這樣修正完之後 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 其他的格子一樣要先 拖曳過去把它改變好 那一樣第二格我們把它往右邊拉 然後順便驗證一下 看是不是這樣 假如紀錄表的A3 等於J1 J1就是這個嘛 的話 紀錄表就是 填入紀錄表的D3 D3就是 入場券的數目 而且是第三格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 很快速的 去把它 全部往下拉 那它就會去填滿 到底是誰 給了幾張票 誰給了幾張票 這個就是整個的 這個暫時的計算的功用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知道嘛 總表這個地方 它要算張三公 總共 總共 發了幾張入場券 所以我們這邊會做一個叫做 等於 sum 加總的動作 那去加哪裡 加計算表 的 A2 到底下 我們其實可以用的比較 比較大一點 但是 等一下 那你可能會繼續往下拉 那我們可以直接先給它大一點 比如說 200 當然事後你還是可以改啦 你可以一次給它大一點 1000 那應該算蠻大的 那你這個可以自己改 確定 它就會去自動加總 A2到 A1000 那你一樣往右拖拉 那我們來驗證一下 所以它 理事 它會去計算 B2到B1000 你看這是A 然後這是B 所以剛好是比對這邊的A B C D E 這樣 的數量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一樣嘛 就是 呃 張320 然後 呃 底下10的是7張 那我們改一下 我們再來試驗一下 這個10的數字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一樣光頭神探好了 光頭神探給了7張 我們看一下 光頭神探自己會變7張 所以這系統自己算出來的 那我們這邊不要了 刪掉 因為還沒有這些人 那刪掉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 這個是暫存的工作表 所以底下這邊其實不用管它 它其實會自己產生 那這邊的話一樣不變嘛 那這邊的話就是剩7個可以選而已 我們隨便再選一下王5 給了10張 我們看一下王5是不是會自己加10張 王5加了10張 好 那我們累加一下光頭神探再來一次 他給了兩次了 給不同的人 光頭神探給了13張 所以是13加7人20 所以總表的地方 光頭神探為自己加總為20 好所以我們這一部分就完成了 那你會說 這裡沒有人又顯示 有0 這樣看起來不是很舒服 好 那我們一樣 如果是不想看到的話 我們在這邊判斷之 加總之前 我們再做一個判斷 if 假如 這個呢 上面這一格呢 如果 這一格 不等於 空白的話 就做加總的動作 那如果等於空白 空白就是後面沒有的嘛 那我們就直接顯示空白給他 不行 是這樣嗎 不等於 好這不等於是用這樣的符號 那所以我們一樣往右邊拉 這樣的話 他就 當上面這一格是空白的時候 他就不會顯示出來 好 那接著我們要來 處理這個發出票數的問題 發出票數其實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我們把上面這個 負責人的地方全部加起來 就是發出票數 那第二個呢 我們為了避免說 這邊計算有問題 我們也可以 就是直接加這邊的入場券數目 那我們兩個都來做一下 看看 如果是 等於sum 加總 紀錄表的 這邊 到這邊 那我們可以 大一點 我們角色是一千筆 所以他會加到 蠻底下的地方 50張我們看一下 跟上面這個 驗證一下 20加10加20 50 好那我們假設 這個 李氏來給他7張好了 李氏7張 所以這邊會是57 好 我們紀錄表來一下 李氏 發給了 某個人7張 所以我們總表 看到李氏就會變成7 然後發出就是57 那剩下就是243 好 這是整個的運作 那可能需要大家 找時間熟悉一下